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是吉贤 跟您说我们乌克兰治的事 这波刚看新闻 注意啊 据俄媒报道 一开篇就是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中国歌手王芳在这个 马里沃尔剧院废墟中 现场表演一首 苏联歌曲《卡丘沙》 然后呢 画几个重点吧 第一呢 就是这个废墟呢 是曾经的一宿这个避弹所 开战2022年3月 就是去年3月那会儿 俄军对这块设施呢 投放了两枚500多公斤的这个炸弹 炸死了很多贫民 其中呢 人家强调说 这个地儿啊 在地标上 你看上边写着Date 写着就是孩子的意思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据俄 这是一支拜访顿涅斯克共和国的 由中国记者 爱国大V和公众人物 组成的一个代表团 其中呢 这个歌手王芳 是中国著名爱国大V周小平的妻子 就这么几个重点 然后视频在这儿 成当黎花开变了天涯 和声飘着柔满的情 啊 行了 放极量行了 卡丘啥 对 有图有真相 哎 说实话这事啊 第一反应 特别气人 哦 我刚还发一推特 我说你看我怎么骂的啊 但是我稍微沉了口气 因为毕竟我这个在YouTube做 这不像OlinFans 这我得面向青少年儿童 所以我带着大家骂街 确实也没什么营养 对吧 所以骂街的词 大家脑补一下 脑补一下就行了 所以这个视频 我想带着大家分析一下 好多人 我估计跟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一样的 又丢人现眼了 又干着缺德事 但是您再细琢磨 我觉得我得给这事定格性 这事呢 咱这又属于啊 这俄爹啊 亲爹把孩子又给卖了 真的 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想批评说这个歌手 这个王芳是吧 单纯呀 从这个唱歌的角度来说 人家发音吐字 倒是确实没毛病 毛病在哪呢 不就是在这意识形态上 对吧 首先 您注意 这事是谁组织的 我这么一细琢磨 恐怕不是咱中国官方组织的 哎 俄爹呢 就是就俄乌战争这事啊 上一次把咱给卖了 我估计 这还是这栗战书这视频 这不是也是据俄媒报道吗 这个中俄两国友谊无上限 我们给你最大的侧应 还记着吧 这回呢 这回呢 咱可能中国官方长记性了啊 你看这回人家说了中国记者爱国大威 哎 就是这回就特别干净 都是黄俄罗斯子孙来的 咱们官方那呢 这个就继续保持咱这个松坚坏 往后站 这种优良传动 对不对 这是中国的这个立场 其实一直的没变 哎 真的 面上 中国不是一直要保持中立吗 没听说中国政府就是在怎么着支援这个俄罗斯的武力啊 等等这些行为 包括你们听见的这些信息 哎 您注意啊 分析一下 谁卖的 那都是俄媒给咱卖出去的 真的 这爱国的这个各位粉红 你们也是 你看我这个就情绪特别稳定 给你分析道理 你听是不是这事 中国在国内的宣传 他也没有 从来没有用中国官方的这个这个 主语啊 就都是巨额媒报道啊 然后呢 民间啊 怎么怎么这个情怀 中国政府其实是特别往后站的 每次把他往上推 都是咱这俄爹亲手害儿子 好 那这是怎么害儿子啊 首先咱说几个事 第一 您来那地儿 是哪啊 这是马里沃尔 就算咱中国新改了这个地图了 您自己仔细看看 那是不是乌克兰南部 乌南 马里沃尔 他不是俄罗斯 马里沃尔 对吧 那咱就说一个老百姓都能懂的事 哎 大姐 您站在这儿 您怎么站着呢 你办签证了吗 对吧 你拿着俄罗斯签证 来到乌克兰 你这是不是就是从行为上对另外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践踏 那当然您虽然不代表官方 但是呢 您是中国人 对吧 您是拿着中国护照过来的 对吧 哎 那这事咱怎么解释 这是第一件事 我这又来警报了 没事 咱接着聊啊 第二个事 哎 什么叫卢干斯克共和国代表团 您注意啊 这个啊 我们之前戏称他 说他就独立了 那咱们是 咱们其实都知道 整个这个世界 地球一圣 承认他为独立共和国的 就俄罗斯普京 就这么一个 没有人承认 中国也没有公开的承认 他是一个这个卢干斯克共和国 没错吧 那你这样呢 你既然等于你 你叫卢干斯克代表团 你参加了这个团 从意识形态上 就代表你 代表你们国家 承认了这件事 独立的事实 所以这事又给中国拴对 往里边 哎 卷这个中国 要不中国有一无上限吗 等于你就可以从 各个这个细节上 就能够看到 这个俄爹啊 现在真是 就是 一根绳 把咱这个亲儿子 黄俄罗斯给抱住了 对吧 开始我还想骂他呢 我说 您看这位王女士的出身 哪儿的人 东北 唯满洲国 哎 你看我要这么说 他肯定不乐意 那他妈 你去人家 卢干斯克共和国 你觉得你琢磨 人家乐意吗 对吧 你要这么说 人家也说 哎呀 欢迎你唯满洲国来的客人 是吧 我黄俄罗斯子孙 过来看我们来 你看你高不高兴 您唱那个是什么歌 这大家也都知道 说这个歌呢 你虽然发音没问题 这歌呢 也确实是一个 在当时有历史意义的歌曲 这个歌其实没多大毛病 这歌呢 是指的是苏联红军 对吧 抗击二战时候 抗击外敌的一首 这么革命歌曲 那您这个 在 就是曾经啊 人家唱的这首歌 是反侵略者的 您现在唱这歌的意义 那可就完全是在歌颂侵略者了 因为同一个苏维埃 干的事确实不一样了 对吧 您别说我们乌克兰 这也是 对我们乌克兰 这乌克兰也是这个 曾经苏联的成员 但是 现在这乌克兰上面 一点红色都没有了 这苏维埃的这些个 这些玩意儿 那都是被俄爹继承走的 人家普京啊 是想让苏联复辟 对吧 一直喊着苏维埃 一直喊着这个 伟大的联盟 乌克兰这其实已经没有这种意识形态主张 那你来这干这个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您这是诚心给人上眼药了 对吧 你琢磨 你这就像是 你说 如果说咱举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啊 您老说南京大屠杀 来两位日本朋友 就在那南京屠杀纪念馆上啊 那儿就高唱那个当时的日本的战歌 你琢磨你什么心情 你是不是吃了他心都有啊 还一个咱就再说回来了 您这事儿 我估计额爹啊 可能也经常看咱们国内的新闻联播 咱这个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结鬼啊 中国不是又颁布新法律的吗 治安管理法第34条 您别光看那个第二三款 什么关于那个 伤害民族感情的 您再往下多看一行 人那儿写着呢 您这行为就是妥妥的歌唱 叫赞美啊 赞美侵略行为 美化侵略战争 您这是不是就干干这事呢 啊 你你你说我这个啊 我就住这了 还泽罢了 我是一时半会儿呢 也回不去 也不准备回去了 我就问您啊 您唱完这歌 您还回国吗 您说您回国 哎 你这个算不算赞美侵略者呀 啊 你这可是 对吧 你这可是为俄爹 在乌克兰的这个领土上 唱俄爹的歌 啊 赞美人家 还还承认 卢干斯克 人民共和国 所以你说你这事 您要回国以后 您让我们爱国的朋友 是不是得好好的啊 这个 给您谱一下法 对吧 咱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 法律 在 不是 苏维埃的铁权式法律啊 在这个领域那也是绝对公平的 你放心 他不可能说捶你不捶我啊 不是 就 雨露均摺啊 一块等着回家一捶去 所以这事呢 还有几个好玩的 有意思的点 就是 关键点 就是这事是巨额没报的啊 所以这事也挺有意思 就看中国的反应 哎 中国如果这事呢 你说 有一个小概率事件啊 就是回去惩戒一下这帮人啊 谁谁让你代表我去那参观去了 对吧 如果是这样呢 那可能 呃 那这几个倒霉袋呢 就就就 他们自认倒霉 就完了 哎 爱国爱错了 拍马屁拍马蹄子上去了 那要不这样 哎 这事呢 反而是大概率 就是 如果是中国默许了 那这事又恶心了 哎 如果默许了等于什么呀 等于你就承认了这个俄罗斯侵占的乌克兰的主权 地盘 对吧 因为你这人你连签证都不办 你这人这这几个算怎么算走线吗 不算 对吧 你说这里边啊 有什么这个中国记者 其实这块我觉得 有记者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记者 如果咱们别说那卢语光那号的记者啊 那人家那是又是宣扬那个那个侵略主义 宣扬那个侵略战争去了 如果是真正的记者呢 只是为了记录这个真实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可喷的了 唯一就最恶心就这帮呃要么就真傻 傻了吧唧的爱国大V 要么就是真坏啊 他就成心上那给人家配合额爹啊 我说这个坏还不是完全伤害乌克兰感情 那是真真的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上这丢人现眼 然后呢 您让中国政府怎么处理这事 对吧 您看吧 估计明后天啊 咱那个外交部新闻记者会 真真的有人问 这几个人去那是参观 是不是代表你们官方啊 那你们官方对这事是什么意见啊 这几个人啊 可能连签证都没办 你说由俄爹组织的去那 就就他代表中国了没有啊 你看他怎么回答吧 当然咱们这个战狼外交部呢 对于这种问题 肯定处理的也是游刃有余 对吧 也不是头一回这么这么被人恶心啊 所以这个他们应该是有所准备的 所以这个事 您看这期视频 我就心情这就真的特别平静 没有挨招事 骂街 好好地跟您讲讲这里边的这个道理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你爱国呢 您就在那个墙内关上门爱 使劲的爱 别出去丢人险 因为你不知道啊 你的这个爱国情怀 没准就被亲爹给卖了 真的 能卖你的人绝对不是美帝 真的 因为你对他有戒心啊 你就看 卧槽 这是亲爹给咱脸了 让我 让我黄俄罗斯子孙 去人家那个伟大的苏联 站在地盘上啊 这确实是苏联地盘 爱那儿去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去 哎 你看吧 真的 哎 傻孩子 回去 你 谁 人家把你卖了 给人数钱去 哎 就就这样 所以我这真心是替他好啊 呃 得 这事呢 基本上也就是 我的观点就是这些 呃 补充一句啊 呃 说实话 我这不算是说看热闹 目前事大了 我是希望呢 能够少一事 试一事 所以呢 呃 真是 我我特别希望是啊 能够在未来的几天啊 能够看到这个 爱国的这这位歌唱艺术家 呃 咱也不算 怎么叫道歉吧 您公开的把这事说说啊 你到底是哪个贼人害的 你 你给我们说说 我们不怪你 我们怪你幕后黑手 就行 好吧 呃 因为这个事我确实跟您说呢 傻子都能想明白 这咱们伤害当地人的感情 对吧 就跟我 我我们也不说你是那个啊 威满洲国的一样 对吧 您不是 您不是契丹苏维埃共和国的吗 这咱们一个道理 呃 行吧 争取的就是这事 不要因为这种这种怎么说呢 俄爹干的事 就俄爹 你还亲 你自个儿侵略 天上眼亲就完了 别老往我 别往往里边卷我们 真的 啊 行 就先聊这么多吧 这 警报还没结束啊 我们也不下地下室 就是该睡觉了 得嘞晚安了各位 回头见 拜拜